第十章 唯而不是 长而不载 是未玄德 解释第十章 身体承载着魂魄 并且修成 无道一以贯之的圣人后 就能永远不离开世间吗 专心修炼至柔养生的气功 就能永远拥有 像婴儿一样不老的身体吗 洗涤扫除防射 并且全部仔细检查过了 就能够永远没有污点了吗 爱护国家 治理百姓 就能永远巧诈不生吗 天道的运作 能永远只有阳刚 而没有阴柔吗 通晓了道理 就能永远没有偏思吗 有大智慧的人能知常 知道众生本是一体 即使明知这个世界一直处在 正负为其 善负为妖的变化中 但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帮助他的子民永续生存 自然茁壮 帮助他们存活 而不占为己有 有大作为 而不自视鞠躬 使他们成长独立 而不载质他们 这样 只做自己该做的 而不去要求回报 这只是在座 累世轮回中的功德 而不过 负责 或者给我们一起 进行运作 最后 我会把这些